3月31号的演唱会 韩国小天王Rain提前来台造式 由于班机延迟记者会改到下午3点才开始 每天吃饭和饭吃饭 所以在台湾的时候 一定会有饭吃饭 所以我非常喜欢饭吃饭 也很喜欢在台湾的健康里面 但不过在台湾的时候 一定会在台湾的健康里面 这回仪式桃源巨蛋举行 世外的演出对小天王来说是一大挑战 昨天只睡了两个小时 就来台湾还因为会场 贪婪而打了个喷嚏 各位有没有拍到珍贵画面啊 有 Rain打喷嚏有拍到吧 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让他 有这个比较珍贵的画面出现 都有拍到没有第二次了 来 冷气开墙一点 来 接下来还有没有问题 这不用翻译了吧 昨天的节目 我感谢大家的感谢 非常多的粉丝们来说 我感谢大家的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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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界大自然的舞台是我的身形 今次世界大自然的舞台是 非常新的舞台展示的舞台 所以,舞台的影像,舞台的階段 所以,非常大自然的舞台 今次看到了一些 魔術和幻影像的幻影像 讲完演唱会媒体当然随着八卦穷追猛弹 任之前表示只要遇到喜欢的女生就会结婚 也让人怀疑事业如日中天的她是否真的会这样做 我相信一定也有人还是会拒绝 因为毕竟每个人喜欢的心是不一样的 真的啊 那现在任求婚不答应的女生请举手 你看没有人举手 大家都想嫁给她 真的没有人举手 再来是今年即将有一手栽培她的经纪公司JYP约满 任自立门户当老板的传言不断 会不会再与普正勇失约也成了焦点所在 好 TVBS娱乐新闻 我想请问一下任好像大家最近对她的那个 经纪合约约满的那个问题都很关心 那她五月份约满之后她会继续留在JYP吗 好 终于在最后一个问题爆出爆炸性的问题 果然是TVBS 好 OK 来 可以回答了吗 来 在我幻想平嗎 好 好像 keeps女生进入一席修设 resemble gleIFYP紧迄理老板主死 都是一席修设但是 下 thirsty的时候都没有集开 因此物 peln套务的朋友都会说 就没有ATE 约那什么 fate就 ví按照 所以净备 总把它表现 Anderson所有人跟 mie6 同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